嗨大家好,這是小黑智 這一集開箱Capital的手肘有微笑燙印的這件半蠶罩衫 罩衫是日本那種職人標準的定番配件 後來也被很多品牌作為穿搭的要件 然後設計出來給大家做尋購 Capital的話這一件是藍染的工法做成的 然後顏色蠻好看的 直色我調整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這種深藍色很好看 然後設計輸出的很簡單主要做搭配用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一些小技術 就像它這個它的步標 然後還有這個燙印上去的這個微笑Logo 它這個Logo就是因為是燙印上去的 所以它會因為它這個紋路的部分它會有一點點這種 額這種這叫什麼骨灼感 那講白的應該就是它就這種軍裂軍裂裂開 那是故意這樣設計的 有一點曝光 我再調一下 它還蠻可愛的 就像這種它經典Logo的單品 這很容易玩瘦 然後 因為是藍染的順便講一下 藍染的單品的話它比較容易褪色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或者是 穿著的時候就盡量不要穿淺色的衣服 不然染到 可能你流汗或者是說有遇到偶正雨 就會有可能染到你裡面的衣服 好 然後這件是4號的 就給大家看一下版型 但實桌的話 這個搭配就真的 就是很 我覺得是蠻隨性的這種感覺 然後其實很好看 它穿一點點寬鬆就可以了 這件是4號的 這件是沒有那個腰帶的 所以說就是這種 打開來的設計 然後它兩側這邊是有口袋的 口袋蠻大的 空間還算可以 這怎麼大 就不夠了 等一下 怎麼大 還是一樣 好我放棄 好 然後 等一下喔 這件是4號的 給大家看一下感覺 它是一般穿著的樣子 然後我的話 我是習慣會捲一 捲這個袖子 大概捲個兩折 那就是會有 比較有俐落感 會建議可以這樣試試看 然後目前這件 前陣子有補貨啦 今天是2021年2月1號 我就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有要的話可以再跟我講 就聯繫我的那個 IG客服 就可以幫你看看 有沒有適合你的尺寸 還不錯 設計速速的 然後細節的部分也有 好 那這部影片大概是這樣 這件是4號 拜拜 拜拜